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是张泰山就比较衰拉 这个球一颗心 结果还是遭到刺杀 打得那么强劲还被刺杀 森林王子虽得还不止这样 出局了还得吃满嘴的红土 闷啊 下回跑快一点吧 其实放球比赛里面 跑得快好处多多 像朱德林王子的队友 撒路 外野的飞球找到了撒路 就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被撒路给揭杀出局了 这个手费相当相当的有价值了 没收了一个可能形成长达的飞球 看到没有撒路接球之后 还跟队友说 接这种球一点都不困难 也不用靠队友的科兴帮忙 就可以抓到出局数了 讲到科兴帮忙 宇昭任这回也不用靠队友了 奋不顾身的扑下去 就把球收到手套里面 也抓到了一个出局数哦 宇昭任这回也不顾身的飞扑 宇昭任奋不顾身的飞扑 应该是让二雷跑三雷 林一拳吓了一跳 但是新农神拳不要着急啦 更令你吃惊的还在后头 面对到统一王牌潘嘟嘟 新农神拳这一棒打得有够强劲 有够扎实 却还是难逃徐峰冰的手掌心 徐峰冰为我们续办了 落点在后面的飞球要怎么接 现在来看看一个好的外野手 都碰到落点在前面的安打球 该如何处理 他手顶不下去 这个球被吴宗俊给接到了 厉害厉害 接到这个球就很难了 新农牛队的新秀吴宗俊 精彩的手背演出 让王牌杨健福都为他鼓掌叫好 只是这打者好像满眼熟的 对 就是那个穿黄色球衣 背号五号的球员 这个礼拜的Nice PLAY 都快变成你的个人秀了 接下来的这个Nice PLAY 当然不是要你看陈光燃的打击 有多厉害 而是要你欣赏一下 上线有名声 下线一定有出名的火哥 张建民精彩长团 雷射街的表现 新同学张震伟 今年都没来看电视 不晓得火哥去年有18次的驻杀 外野手的第一名 火哥驻杀秀 感谢庞定欢迎再来了 刚刚陈光燃被没收了一分打点 接下来派要没收于贤民 这个左边放下的地外飞球 地外区小飞机陈光燃 滑下去把这个飞球给揭杀了 Nice PLAY 小飞机的Nice PLAY 让SALUTCH丢了 被对方手臂吓到的 还有统一师队的郭戴琪了 让我们还原事发当时 郭戴琪是二类跑者 高国庆的这一支安打 应该要带有一分打点了吧 但是从那么远跑过来 接球的忠诚又传球 竟然又是那么的准 让郭戴琪在五步之前 就被触杀出局了 看吧 谁叫你不练前空翻嘞 看来忠诚又今年有本钱跟火哥 还有小破拼下外野驻杀了第一名哦 至于这个礼拜的第一名 则是新农牛队的威纳斯 虽然说男儿膝下有黄金 但是威纳斯一跪无难去 抱歉他减负制 想要恰报名车不编 下次请车另外一边